大家好,回到King Sir接觸的時間 好像很久未接過一些很難難到嚇死人的摺子 今天我們試一個甲蟲,我又穿黑衣服 希望大家看得到,這個甲蟲 其實某個程度上,那些很難很難的摺子比較適合看書自己學 因為看圖你可以看多久都可以,視頻到示範可能比較難一些 不過都有好處,讓大家知道摺子的可能性 我們開始示範一下,首先用一張黑色的紙,摺甲蟲 首先我們做兩個對角線 也是,每個摺痕都要對得正一些和摺得實一些 尤其是這個這麼難度高的摺子的話 因為摺到後面會很厚 所以開頭如果摺得太鬆散的話 到後面就完全摺不到下去,會彈開了 好了,摺了兩個對角線 這次一開始摺的位置會比較複雜 大家留心 然後我們這條斜線 對到中間那條對角線 摺完都沒有所謂,雖然它只是一個標示 然後我們就這樣摺上去 摺的位置就拿回剛才斜線這一邊的盡頭 好了,這個也是 雖然它只是要最側邊的標示 但是我們摺完都沒有所謂 好了,然後我們就可以反轉一張紙 就這樣摺下來 摺下來也是用這個位置 用這個位置來摺 這個就不要摺下來 這個摺到斜線的位置就可以了 不要摺那麼多 因為這條線真的沒有什麼意義 好了,拿到這個位置之後 跟著我們就這個 剛才伸摺的一個標示 就去到這個角落頭 就來一條斜線 是很難對的 是很難會對到的 但是就盡量 方法就是我們碰到這個標示位置之後 就慢慢移動那張紙 移動到角落頭 就希望去到最準確的位置 但是開頭大家試的時候 就可能沒有那麼容易 我摺得多就會比較容易一些 也是經驗和技巧的問題 好了,這條斜線 是很特殊的一個裸位 大家都可能未見過 好了,我們先拿到這條斜線 最後現在可以開始接路 首先這條角落 碰到新的斜線和對角線的雙交點 當然也是對正中間 這一邊也是 這條角落 碰到新的斜線和對角線 我們得到一大一細兩個三角形 我們就調轉張紙 接到剛才的兩個位置 因為這個要黑色 好了,然後一大一細兩個白色三角形 然後我們就對接這張紙向後 向後對接這張紙 我們就跟著白色三角形 接上去 這個已經算是四層紙 已經幾厚了 我們要刮緊它 這個打開 白色的三角形其實是一樣的 白色的三角形是一樣的 我們都要一樣摺上去 可以先說明 這個是真的超複雜的 所以大家就留心一點看 好了,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先做一個小的白色三角形 首先這一條線摺到中間線 摺緊它 一定要摺得很緊 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下面這個位置打開 中間線就對回中間線 這句說話很熟 然後下面這兩個位置 接去中間 其實有很多步驟 其實大家似曾相識 摺紙就是類似這樣 有很多固有的摺法 用不同的組合呈現 就摺了一個新的作品出來 然後兩邊摺到中間 上面那個當然要弄到一個尖 弄到一個尖 類似是這樣的 類似是這樣的 然後就揭過來這裡 然後我們就把這張紙向上 向上 去到盡頭 這個位置去到盡頭 摺下去都可以 去到這樣 然後這裡有個三角形 我們就把它對摺一半 去到尖尖的位置摺右的一半 這樣 這個是要摺狠的 所以要刮實些 這個起碼四五六層張紙 四五六層張紙 打開它 然後就把這一頁揭過來 弄開 揭過來 剛剛跟隨最新的斜線 就要把它拉開來摺 拉開壓平 類似是這樣的 好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對摺回來 然後這個就拉下來 拉回來 同一時間大家會發現 中間就會變成這個尖 就變成這個平 好了 大家當然知道 反轉它我們又做多一次 同一個步驟 這次不用講解那麼多 向上摺起 旁邊那邊就摺右一半 因為要摺狠所以要刮大力一點 然後我們就把這一頁揭過來 拉開它跟摺狠 拉開就壓平 然後對摺它 然後把這個回復原狀拉下來 我們有個新的形狀 類似是這樣平 好了 然後把這個這樣打開 這樣打開 跟著就打開這個位 我們就跟回白色這個大三角形 這個摺狠 就打開它 就做一個我們熟悉的步驟 中間線就對回中間線 有很多條斜線大家不要被它擾亂了 記住是中間線對回中間線 我們做一個完全新的摺狠出來 這個是新摺出來的摺狠 很多斜線大家不要再理會那些斜線 類似是這樣 類似是這樣 然後這裡有個比較繁複的步驟 就是中間這個三角形 首先向上摺了它上去 向上摺了它上去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東西打開 然後就把整個類似剝皮 就把黑色的部分摺出來 其實不用想得那麼複雜 我們首先順序把它打開了 打開了 然後把這個黑色摺回來 跟著我們就跟回那些摺線 你摺得夠深 那就很容易 跟回那些摺線 回復剛才的形狀 一秒也不用 類似是這樣 類似是這樣 其實就把白色的皮脫了出來 是這樣的 好 然後去到這裡 我們打轉 反轉到後面 我們做一個剛才類似的步驟 用白色的三角形 首先我們就這樣摺下來 這條線去到這裡 又是刮緊一點 因為很厚 還有我們要那個摺痕 好了 好 然後就把它放在這裡 在下面打開它 又是兩邊摺進去中間 這些步驟大家做得很熟 如果真的有跟著摺的話 拉起然後摺到後面 上面那個位當然是摺尖 好了 向上 好 跟剛才的步驟就差不多 又是把它解開 然後把黑色的部位 角落頭 拉出來 我們摺開之後 照著摺痕 其實就OK 類似是這樣 這個後面就是類似是這樣 前面就是這樣 小一點 好了 然後我們開始做腳的部分 首先 最簡單的摺法 這個摺到中間 我們做了一邊 再做另一邊 大家留意 打開這個位 就把這個摺進去 這邊其實不用一定要摺緊 現在是類似這樣的形狀 跟著我們就把這條斜線摺到中間 這條斜線摺到中間 摺緊一點 這個真的一定要摺緊一點 摺完之後 打開這個位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角落頭 直角摺上來 45度角摺上來 這個最簡單的摺法 然後我們有這條45度的線 我們就把它印去中間的位 當然角落頭要尖 類似這樣 把這條45度的線 摺上去中間的線 我們現在有這條線 這條線 這條線和這條線 跟著我們就要做一件事 打開這個位 然後把這條斜線摺到中間 其實這個是一個叫升勤的步驟 很多人會覺得這個步驟很複雜 但其實你的摺痕做得夠深 我們只要把這些摺線 剛剛跟之前的摺線相反就可以了 即是凸就變了凸 就變了凸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整理到一個 叫做整結的形狀 整齊的形狀 剛剛變成一個三角形 剛才那個摺上去就是這樣 對 摺上去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 這一頁 這樣中間線揭過來 這樣中間線揭過來 同一時間我們就照剛才摺的摺痕 首先中間那個要摺起 然後按平它 旁邊那兩邊的斜線 就跟剛才摺痕 又是整理好它 就會做到類似這樣的形狀 好 然後這個線接到中間 類似這樣 然後打開 摺進去 好 希望大家能夠整齊一些 好似我那樣 好 然後這個可以 揭回來 揭回來 這個回復原狀 這一邊一邊側邊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揭這一頁到這裡 這一邊 揭回來 這一邊就重複剛才的步驟一次 那我就做快一點 首先摺到中間這個位 然後就把它揭起 就跟回摺痕 好了 然後這個斜線就摺到中間 這個要摺深一點 好了 然後這個就摺上來 45度角 其實是底部觸碰到中間線 好了 然後我們就用新的斜線 就放到中間線 這個也是要摺深一點 因為要拉出來 好了 好 完成了三條摺痕 那就把中間這條斜線 就摺到中間 是一個星期 好 然後呢 做好這個星期之後呢 我們就揭一葉過去 揭一葉過去 揭一葉過去 打開它 那就要跟回 剛剛才摺痕 首先呢 中間那個位置 就先把它摺出來 拿到這個摺痕 一邊捏平它 然後呢 旁邊那些很自然 如果你的摺痕夠深 它會跟回 它會自然跟回到旁邊的摺痕 那就可以做得很整齊 如果要做多幾次 好了 去到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摺到中間 其實有點像指殼 那隻腳 類似這樣 就摺到中間位 好了 完成了 這個揭開 揭一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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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這個 按回來 去到這裏 好了 這個打開它 我們就兩邊摺好了 接回中間那個部位 中間這個部位 處理 好了 首先我們就伸手指去打開這個位 打開這個位 是的 看到 好了 這個步驟大家都很熟 應該 兩邊就這樣摺 其實它本身已經有摺痕 大家其實直接把它這樣打開都OK 這樣 其實這兩個都是有摺痕的 也是 大家示範一下 然後我們就把它摺進去 很多次重複這個步驟 已經 不需要怎麼講解 類似這樣 把這個摺下來 然後把中間的三角形摺到中間 摺到裡面 底部 類似這樣 這個 反過來 這一邊重複一次 剛剛才的步驟 又是 打開它 因為本身已經有摺痕 所以摺起來很方便 然後把中間的三角形摺到底部 然後摺回來 最後把這一頁整個拉上來 中間會變成一個很扁長的梯形 就不是尖 類似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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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身軀的部分差不多完成了 對 還未像一隻甲蟲 我們就打 就是轉去後面 轉去後面 做背脊翼的部分 首先我們就把這個紫腰的形狀 隱約看到 因為這裡有個變形 將它上半部這樣摺下來 這個是一個固有的形狀結構 大家跟回結構就可以了 然後回復原位 將這個斜線摺到剛才的環線那裡 這個是關鍵的步驟 大家要留心一點看 對了 如果你直接將這個摺一半的話 就一定錯 其實我們要先的斜線 和中間線 中線的膠點 就摺下來 打橫摺下來 要不然你摺了一半 或者別的標準的話 就一定是錯 好 接了下來 類似是這樣 然後就把這個線再摺上去一次 很幼的一條平衡線 摺緊它 好 打開 然後這個步驟有點複雜 我們維持這樣的狀態 然後把這個位置摺過來 有些像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對接 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對接 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對接 類似是這樣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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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已經摺了 這個位置 有條斜線 我這樣同一時間做 類似是這樣的 好 然後這裡有兩層 這裡的三個人有兩層 把裡面那層伸出來 變成兩邊是對稱 現在本來人就不對稱 變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中間這個位置都是一樣 要把它伸過來 讓它對稱 跟著打橫的接痕 這個可能要打開一點來做 就好了 類似是這樣的形狀 現在是類似是這樣的形狀 中間有個長方形的物體在這裡 類似是這樣的形狀 然後這個步驟比較複雜 和難度高一點 就是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下面這兩層 覆上來就蓋上中間這個長方形的物體 你要打開它做就會比較容易 要不然很容易拉爛 我打開來做給大家看 其實最主要就是中間那部份 重疊的位置 那些摺痕要剛剛相反了 本來是摺入面的 就變成摺出面 就會形成一個中間有條縫的形狀 但又不影響到上面的三角形的結構 類似是這樣的 就把剛才的長方形收到底部 好了 這個那個翼的形狀差不多 那我們就繼續做 然後這個步驟就是 將這個翼斜斜地揭上來 下面那條斜線就會接了 現在那這裏號附近 ��oret線就會對回正剛才的環綫的位置 是一樣 這個是一個天然的形狀 然後下來我們又會發現 有三角形成重要平 這些地方再做一次 這樣可以斜斜地回文 這個線觸碰一個環綫 裡面的斜線就跟著原本有的接痕 然後打下來拉下來就可以了 這個翼的部位都完成了 完成 我們反轉甲蟲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接右腳 首先中間這個就揭兩頁過來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然後再揭開一頁 留意這裡有個位置是鎖住的 我們輕輕力拉開它出來 分開它就不要拉壞它 然後就蓋過來 這樣拉開了然後蓋過來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兩邊都接右它 兩邊都接右它 做給大家看 這一邊也做了拉出來的位置 我們將它這樣翻開來 然後就將這個揭開 揭開 不要拉爛它 它有個鎖住了 但是我們可以輕輕地鬆開它 這樣就回到中間先 回到中間先 然後我們就揭過來這一頁 揭過來有這個東西 再揭一頁 再揭一頁 在這個位置我們就 四邊 這條線 這條線和這條線都接入去中間 接右腳 這樣 其實全部一樣 當然 去到中間的位置 因為兩條斜線同時接 中間就會有一些接口的位置 大家自己弄好它 在做這個之前 我們先做一個步驟 我們先做一個步驟 對 前面 前面這個位置 對 其實這個位置要放進去中間 要放進去中間 怎樣做呢 我們將這個紙這個面 就要 先蓋過來 對 我們打開它 打開它 然後將它放進去就可以了 這樣揭一揭這個位 放進去 但是就留很小的衣服 很小的三個圓出來 很小的三個圓出來 這個我們做面 然後揭開 因為R線已經開了那個鎖 這四條線我們就接進去 因為不做正確的步驟 就做這個步驟 那就弄不回頭 所以一定要先做那個步驟 好了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邊也是 接幼了一半 好了 完成這個步驟 大致就是這樣 大致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回到中間 回到中間 然後我們就 又是揭開它 做這個步驟 好 因為這些都收到後面 收到裡面 大家不會看到的 但當然要整齊它 對 類似是這樣的 回到中間 接著又 然後我們可以反轉這個紙 這個時候中間這個位置我們就將它摺下來 將這個位置摺下來 然後其實是要拿一個摺痕之後摺到後面 然後這樣一級摺下來其實我們要三分一個位置 類似是這樣的 然後兩邊側邊其實有點凸了出來 我們做一個很微細的回覆 完成了這個步驟 接著我們就揭一頁過來 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中間那邊揭一頁過來 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我們就留意 這個部分有一個細的三角形 我們就將它揭去中間 揭去中間但是這一頁就不要讓它過 按住這個位置 這個同一時間下面就會拉開了 下面拉開了就按平它 上面那些紙就拉回 靚的位置就接緊它 好了 做完這個步驟之後 這一邊這一邊這一上半步 我們就 又是接右一半 好了 跟著這一邊這一邊這一半邊 又是兩上同下接右一半 再換一個正當邊一半 完成這個位置之後就可以回要到時 那邊一半 然後再換一個正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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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著這一邊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是一樣的 將它揭一頁過來 然後上半部這個小的三角形 就中間線這樣拉出來 然後下面的部分就會拉開壓平 拉開壓平 做好這個位置之後 這一邊的上半部就接進去 接一半 而這一邊上下都接右 接好這兩個步驟之後就可以回中了 去到這裡我們就開始做甲蟲的形狀 其實要 我們首先 第一個步驟就是 這個位置我們看到旁邊都是闊的 我們就把它接到後面 兩上和下都是同時接到後面 如果要做得好的話 我們可以揭一半 然後在這個位置這樣做 就會容易一些 首先 就將這個第一個腳 放上來 這個部位屈上來 做一個reverse fold 這樣屈上來 這個是第一個腳 這個是第一個腳 摺兩邊都是一樣 摺兩邊都是一樣 屈了腳才接右 去後面 做一個第一個腳 屈上來 注意不要叫做 整散了剛才之前的摺 其實屈了腳上來之後 它就不會那麼容易散 這樣屈了上來之後 這個前腳 下面有部分凸了出來 我們就用一個很簡單的reverse fold 把它摺到右 摺到後面 總之摺到右腳 摺到昆蟲的時候 經常要注意的一件事 經常會出現這個步驟 兩邊都是 摺到右 摺到右 這個時候我們就是摺右這個部位 摺一半到中間 摺一半到後面 摺一半到後面 上和下都是這樣摺 都是這樣摺 中間會有少少成餘的位置 摺上去就可以了 類似是這樣 後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揭開一頁來做 然後又是回中 完了之後 好了 跟著這個第一隻腳 完了之後 我們就摺第二隻腳 第二隻腳 又是下面這個位置 每邊向上拉上來 用一個reverse fold 好 這兩邊也是 好了 做完之後 下面那層 又是有一個凸出來的 那又是 用一個reverse fold 摺右 好 然後再來一次 又是把它揭過來 又是把這個位置摺右一半 用來做最後一隻腳 這個也是 揭開下面的位置摺右一半 回中 用來做最後一隻腳 也是這個位置 reverse fold 摺上去 最後一隻腳 最後一隻腳 就會顯得 好像短一點 這樣 這邊也是 同樣 它的底部 也是凸了一點 出來的 我們又用一個reverse fold 摺右 好 蚊蟲有翼 有六隻腳 六隻腳 就摺了 那我們就 調轉它 調轉它 開始 像甲蟲的形狀 我們就要 首先 我們有幾個步驟去做 像甲蟲 首先就是摺右的腳 它已經有些部位 已經很厚 腳的位 我們就 把它摺上一半 摺上一半 已經會變成立體 看腳的形狀怎麼做出來 先摺一半 摺上它 摺上它 這邊也是 摺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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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 摺上 有一個立體的腳 不再扁 類似是這樣 這一邊也是 將它 摺平一點 摺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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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被回服到尖 以及右的形狀 將它的形狀向前面 類似是這樣 中間的腳是屈去後面 屈去向下 一樣我們首先要將它捏到右 先拱起 這一邊也是 捏尖它捏右它 就是剛剛一半就對了 你的手指甲就戒住中間的位置 然後就捏它 好了 完了這個之後 將它按平中間少少 屈去後面 然後再屈回 然後再捏尖它 這一邊也是 類似 最後一隻腳也是類似這樣做 最後一隻腳很厚 然後再捏尖它 儘量屈細它 儘量屈幼 好了 六隻腳也屈好的形狀 這個背部的位置其實是這樣做的 我們將它首先微微地屈過來這裡的時候 屈好位置之後我們就將中間的線這樣捏住它 然後它就會自然拱起了 這樣對接捏住它 究竟它要多拱呢 大家自己調教那個位置 差不多去到一半立體的位置 去到一半 這樣差不多 然後將下面的位置壓平去其中一邊 然後將它摺到後面 摺到後面就拱緊它 類似這樣的形狀 然後兩邊側邊就可以將它捲一捲 捲到後面 其實是類似微微摺一摺 但又不要摺出一個摺痕 捲一捲它 然後再整形就整上面那部份 首先我們將它摺到後面 向上摺起 然後兩邊就斜斜地屈過來 然後最後將它屈成一個略為彎曲的形狀 在旁邊看 在旁邊看 是類似這樣的 旁邊看 是類似這樣的 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旁邊看 是類似這樣的 那下面這個位置 就一樣 這個有個角落頭 我們可以拉起它 我們一樣摺起它 因為這個已經是一個流體形狀 所以麻煩一點 中間這個角落頭 這個跟蝸蟲的形狀 然後最後一個角 我們就用一系列的迴旋斜 下屈下 然後屈上 我們慢慢調教形狀 屈下 然後馬上在關節的位置屈上 然後再來一次 這個很像真 類似上下 這樣的形狀 類似是這樣的 去到這裡 我們整體整個就差不多整好了 如下下來都是一些叫做整形的步驟 我們屈好 類似是這樣的 這次這個蝸蟲就略為複雜了一些 略為複雜了一些 希望大家如果有心接的話 就給一些耐性慢慢看那個視頻 如果有不明白的話 就停下來 想到做好了 這些步驟才繼續去 好了 我們這次就做了這個蝸蟲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